榮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不知道兄弟们 在游戏里面有没有碰到这么一种玩家 多挫时间 畏手畏脚 生不怕自己被杀 但是只要大招CD一转好 仗区就是一打五 人家都是急跑一开 伤害你猜 这些英雄就是大招一开 智商你猜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些大招流中的代表英雄 雷霆之王司空阵 新赛季电刀加强后 吃到装备红利的不止是暗性 我们司空阵同样享受到了快乐 我司空阵今天来峡谷 职位三件事 电刀 电刀 还是电刀 众所周知 司空阵一直都有一些 为人诟病的短板 例如青线慢 刷野慢 移速慢 虽然爆发足够 但是留不住人 看着远去的敌人 只能堵着暗然神伤 新赛季电刀打野司空阵 却是迎来了春天 虽然自身并没有改动 但是依靠装备的改动 更加强 基本解决了以上提到的痛点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电刀对司空阵的影响 那司空阵一直被人说 没有大招就是超级兵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我发现 王昭君压塔过深 EA 利用红buff减速效果 搭配电刀的高攻速 连着他打 大招都不用看 并且电刀提供的攻速加成 可以让我们更频繁的打出强化普攻 有更快的刷野效率 而且揍人的手感嘎嘎爽 特别是最近引刃的加强 导致呆射层出不穷 而我们配上电刀 能把他们电的怀疑人生 就像这个倒霉的后翼一样 那电刀的疑速加成 配上红buff减速 对面的呆射看见你就别想跑了 交闪也没有用 这个时候就有仙游会问了 大仙电刀虽然强 但是没有法术加成 会不会影响伤害 别急 经过我们测试 电刀的总体伤害是比帽子更高的 而且实战中 增加疑速对于司空阵来说 比帽子作用更大 而大招对于司空阵是史诗级增强 团战的时候只要大招一开 谁敢喊我超级兵 都给我恭恭敬敬的喊一声雷 神 还得再发育一会 如果电刀是打野司空阵的过龙 那么增强后的吉普之靴一定能封住 在之前的更新中 吉普之靴的基础移速增加了80点 这就代表这双鞋 会比其他的鞋子多20点移速 加上拖战后增加了60点移速 峡谷任你摇响敢更关马赛赛跑 我这里要是没有吉普之靴 肯定是来不及支援的 并且 司空阵释放大招的期间 不仅有无视地形的效果 还增加了30%移速 能更好地追击敌方 或者躲避一些技能 就像这部 电刀圣剑在手 我先EAEA2A消耗敌方状态 然后大招一开能量蓄满 三拳干碎对方收割战场 这就是雷霆万钧 无所不吹 魔女都拦不住 我说的 现在如今物理系打野都比较萎靡 而是满意身板太脆 容易进场就蒸发 长二又怕被真伤 以及加罗克制 正所谓直视造英雄 到了我司空大人出散 从政打野荣光的时候了 错了 十红月三贪婪 七狩猎十星眼 出装 蓝刀急不知缺 电刀圣剑 吸血缩 虚无法杖 贪婪增加前期续航 而红月可以让你卡到更高的攻速率直 进行光速刮杀 只要刮得快 效果还是有的 不仅如此 如果队友一定要玩打野 你也可以带一首狂暴去编路 压制一下最近如日中天的暗性 保证让他卡得出不来 这正应了那句台词 用雷霆 机会飞燃